現在台灣的車子有哪一種車子比這種車子的行李箱大 沒有啊 對啊對啊 對不對 油染車它是高床 它一家是空的 但是你空的話 人要躲在裡面弄啊 對對對 對不對 主要是說 你台灣的巴士 你的軸距不夠大 所以說你行李箱不可能大 對對對 對不對 你這輝國的話 它就是軸距大 軸距長 所以它箱子可以做得大 你看它連冷氣排到可以四個箱子 對不對 你如果冷氣除掉的話 就是四個 它包括冷氣它就你看看 還有 還有三個 四個箱子 關你 這幾個位置 45 45個 問題 你要是飛機下來45個 每人一大箱 它卡下去也塞不下了嗎 還好 因為我說一般車啦 一般車根本就裝不下啦 對啊 有時候裝不下就不要帶啦 就是這樣 對啊對啊 你行李塞不下 你人也不會載啊 有時候 你小姐 你如果這種老骨都沒有的話 以後台風天就沒有車可以做了 可是你現在線路來都是走舞陽高架對不對 你不管舞陽高架 問題是你風大的話 你那種車子根本就沒有辦法開嘛 對啊我剛才你上去 前面那個風阻力蠻大的 它這個車子喔 你風大最多它就會晃一下而已 它不會說像他們那種車子 它會抓不住它的 你知道不知道 這種車子如果說吹的會偏掉的話 那代表那個風很大 你其他車子沒辦法開 連這個車都動不了 其他更不行了 你的操控性就變得很危險 我有一年我開的是手排的那個老狗 那個第四 MC8 對 MC9的那種 那車門是這樣子的嘛 那個電腦 對啊那一年颱風 你看新加坡航空公司不是撞那個怪手 對對對 那一年的颱風一大早我是頭班車 我從台北上出來 沿路都沒有大巴 結果到了泰山收飛站 過了收飛站 繳廢了以後 後面有一部 那個 雅通的 那是雅通的 它那個 它是開的是Volvo的車子 它的馬力很大 它輕嘛 我們的重 它一過收飛站 它就開始操我的車 我就想操吧 那爬坡嘛 我就是反正就是爬不過你嘛 一到林口上面 它不敢跑了 它就跑外面去了 它慢慢的五十六十 我知道要九十在飆 因為它的車子晃 它根本就沒辦法控制它嘛 對對對 你不敢開快 你開不快啊 你想開快也開不快啊 你開了跑來跑去的 你敢跑嗎 你不敢跑 你駕駛自己會怕啊 到另外往哪邊跑去 就慢慢開邊 就是開邊 它就慢慢跑 我一路還是九十 我一路跑 對不對 問題是你就是車子 人家車子的懸吊系統 它的評分系統 就是設計的正常 嗯 嗯 你像我剛剛下 街五國二的那邊 對 高架下來接國二 你看我那麼過彎 嗯 很穩的 那種速度這樣過彎 嗯 對不對 人家車子它設計 它的平衡 你坐在裡面沒感覺啊 對 對 這種車子還比那種 舊的那種老狗 的平衡 它的過彎 那種車子過彎最好 舊的還是這個 舊的 舊的更好 舊的它那個過彎 它雖然很傾斜喔 嗯 但是它沒感覺 哇那個穩度喔 你知道嗎 比這個還穩 嗯 因為它那個氣囊喔 是兩個 它這個是一個 嗯 它兩個 它那個傾斜度喔 真的很棒 嗯 我 我 開那種車子過彎 九十這樣過那個 下這個彎的話 嗯 沒問題 刷一下就拉過來 人不會感覺到有什麼 你心裡 長途開下來 就那舒適感就很差 這種車子做的 你聽的引擎聲音都很舒服 它的引擎聲音 它的韻律喔 頻率喔 很穩 噢 它不會一下高一下低 那你一般的車子 它的引擎 你一加油 它就哇 就上來了 它一丟油門 它就下來了 對不對 它的引擎聲音 就跟你坐飛機一樣 你坐在翅膀旁邊就好 就是保持那個韻律 不會一下高低 不會一下高低 對 所以你坐在裡面 你如果要睡覺 你覺得很舒服啊 催眠一樣 睡著了 你一下高一下低 一下高一下低 你就會覺得它吵了 你知道不知道 就不一樣 對對對 對不對 你同一個頻率的話 你人會催眠嘛 對對對 你坐在裡面就催 因為聲音很低層很穩 對啊 噢 它覺得我們加油的時候 再高一點 噢 就這樣而已啊 是 你一般的車子 它們一加油就 一下子 一嘟 就聲音馬上掉下來 那種車就做了 這個是吃柴油嗎 柴油 都是柴油大發 不是那個 超級柴油嗎 不用 就是中油的車子 一般的柴油 可是問題是 你之前是因為油價很高啊 問題現在油價要跌到這樣了 可是問題是你維修成本 就看公司要不要 那油價對啦 所以機場捷運 明年也不知道 三月還是幾月才會痛嗎 我跟你講啦 其實買這種車子還是划算 為什麼 它雖然零件是貴 但是它的零件很耐用 對對對 你知道嗎 你比如說你今天 你這批車子 該換的零件 全部給它換掉 整修一下 最起碼三五年內 你不會有毛病 還可以 你這種車子 這些所有車子 你都是維持不了一年半年 就那個東西一定又要換 最主要它的車體堅固 車體堅固 然後它的材料也 材質也好 它耐用 你一般的這種東西 它的橡皮 硬度 你的軟 那個彈性 你就是沒有這種 人家的美國人 它設計它就是有那種壽命 對不對 你現在法令是不是進不來 這種車子 是台灣不想買還是因為法令 台灣不想買 因為它成本很高嘛 成本很貴 而且你買了 講老實話 你維修的人 技師你還必須要去受訓 像這種車子 就算你外面 你買回去的話 你找誰修 你萬一壞人找誰修 也沒人會修 就算我給你零件了 你也不見得怎麼 也找不到那個毛病在哪裡 一般的車子它會比較單純簡單 它都會修 像那種Spania的車子 像台灣到處都是 到處都是 你就不值錢了 到處師傅都會修 修車的人多了 對不對 它零件也到處都有 進口商就多了 甚至量大的 它進口材料 就只有台氣有 其他地方沒有一家公司 有買過這種車 那你除了台氣的師傅 你出去 會修 但是台氣師傅 會修的人現在都已經老了 你媽都不會動了 對不對 其他站的 你沒有這種車子 新進來的師傅 他也不會修過 沒有修過 他也不會修 因為狀況越差 那你就變成 就一台台慢慢開 老師傅 現在假如說 退休下去都已經 六七十七八十了 你都不可能來搞這種東西 對 對 年輕人他沒有摸過 他也不會 對不對 就算你買回去的話 你說我裁掉我自己進口 問題是要有人幫你修啊 對 對不對 你要保持車況最主要 還是平常的 車子最怕就是放 你只要放一段時間 這不是完蛋 對 機器的東西都這樣 墊皮跟水啊 磨合度 你沒有的話就 對 橡皮硬化啦 對啊 沒有跑就不行 沒有長跑就不行 你那個氣壓管也硬化啦 等到你要用的時候 它那裡就裂開來啦 那裡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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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天天在用 它就是還是保持它的彈性 柔軟度 所以它會不容易壞 其實你 留那五量 其實就變成 你還有某一種程度的 好 要不然擺著不跑 擺個兩個月再跑 那還是問題 還是會準 完蛋